法界出版社社长也由信广法师交接至新任社长传法法师手上 宗教师的全人教育是终其一生不断地学习和训练自己 在佛道的证程与佛法的弘扬中成长 两位师长他们是 还觉得他们很年轻啊 对然后 而且他们就像是太阳的发电厂 因为电力源源不绝 所以完全不用去想过来未来要做什么 跟着走就对了 所以就一直也很安然的在大树里下包着 这个就是心态呢就会 当然就会有点长不大 也不想长大的那种心情 想说这个上何都有大树挡着嘛 对那所以呢 这个听到这个 广师傅 这个法师 很想要交换 其实内心呢其实是很惶恐的 那其实也担心呢就是我们这个小树呢 这个道力不足 将来长歪了怎么办呢 对所以内心呢还是非常地恳切地需要 这个各位长老长老您还有两位师长呢继续给我们指点 万万呢这个这个还要继续给我们成长的 这个法生会命的教导 那今天呢这个传统个人非常感恩 常驻呢给我将来一个机缘 继续承担法界出版社的文化志业 那未来呢我想就持续地稳健地 再继续出版发行还有呢传目人间佛教思想的相关出版物 那得以承接这个责任是我个人的极大的荣幸跟福分 红氏学院致力于生且的成人教育 让学生在应顺导师的思想基础下 踏踏实实地研究经论 培育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能力 以其他日各个成为佛门凤梁 法门龙像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 桃园采访报道